最近在鬼屋驚凶十六最新一集已經上畫了 如果要講恐怖的畫面 電影裡面的Annabelle真的看到她的樣子都害怕 更加恐怖的是 這隻Annabelle是真實存在的 今集我們就講講人形公仔的歷史和秘密 大家好 歡迎來到格密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姆 在友常生活裡面 每一件物件都有她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講一下她的歷史和冷知識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會想 究竟是甚麼心態的人才會買一隻一體日之出事的公仔回家 事實上原版的Annabelle是挺可愛的 不像戲裡面那麼陰森恐怖的 1900年代 有一位叫做Marcella的女生 無意間在自己家的角樓 發現了一隻很舊 身體殘缺又沒面子的布娃娃 當時家人都叫這個女生把這隻娃娃丟掉 但她爸爸Johnny就看到另一個可能性 她不單叫女生留著這隻娃娃 還答應給這隻娃娃一個新的身份 成為家裡的一份子 她爸爸Johnny當時是一個有少少名氣的卡通漫畫家 她將這隻公仔裝了圓圓圓的眼睛 三角形的鼻 以及一個很有親和力的微笑 很快這隻娃娃成為了她的女兒最喜歡的公仔 Johnny的爸爸當時有一位朋友是寫詩的 Johnny很尊敬她 所以就決定用她兩首詩來幫她的公仔命名 一個就是叫做The Raggedy Man 另一個就是The Little Orphan Annie 混在一起就是The Raggedy Ann 中文就是解作E三藍樓的安妮 Johnny經常看著她的女兒和公仔在玩 久而久之就成為了她的創作靈感 在1918年至1920年間 她出版了很多本The Raggedy Ann Stories的二童策畫書 亦都正式將Raggedy Ann這隻公仔 成為家傳胡曉的公仔 而電影Annabelle這隻公仔的源頭 就正正在這裡開始了 Annabelle的真實故事發生在1970年 有一個媽媽在玩具店買了一個布公仔 就送給她在讀大學的女兒Donna 當這隻公仔加入了她們和她們一起生活之後 Donna和她的大學履伴Angie 就開始慢慢慢慢發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 起初這隻娃娃只是會自己站在那裡或者躺在那裡 到後來Donna每次出門口之前 都會把她放在自己的床上 但是回家的時候 這隻娃娃不是在廳門出現 而是在廚房出現 這個聲音是不是壞 鬼是不是一定要陰聲細呢 於是她們就找來寧媒來調查 寧媒告訴她們 原來在這棟公寓興建之前 有一個大約7歲的女孩在這個公地死了 而她的靈魂就附在她們帶回來的公仔上面 並且一直盯著她們 看看她們是否值得信任 想和她們一起生活 而這個女孩的名字就叫做Annabelle Higgins Donna聽完之後她覺得還可以 依然是想和這隻Annabelle公仔一起生活的 但是她們有一個朋友就堅持要扔掉這隻公仔 這位朋友叫做阿Lo 她一開始會夢見Annabelle 爬上她的床上 大大力地捏她的頸 當她驚醒的時候 她會感覺到一股很強烈的窒息感 更加可怕的是 有一天 當阿Lo打算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她聽到Donna的房間 傳來一陣陣的腳步聲 阿Lo就去打開房門 但裡面什麼人都沒有 只是角落頭發現Annabelle坐在那裡 當她走近Annabelle的時候 突然間她覺得後面有人看著她 阿Lo下意識地轉身看一看 突然間她的胸口一陣劇痛 她覺得自己的胸口是被人用利器刺 她立刻脫下衣服看一看 看到很多莫名其妙的爪痕在她身上出現 不知道怎麼來的 唯一的解釋就是Annabelle 用她的方式去攻擊阿Lo 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 就好像電影一樣 華倫夫婦來處理了這件事 將這一隻Annabelle公仔 帶了回去他們那裡 不知道大家小時候 會不會對一些人形公仔 有一種亡名其妙的恐懼感呢 其實或多或少 可能都是跟人形公仔的歷史背景有關 幾千年來 有人類文明就有人形的公仔 無論是便宜價 或者貴價的高級材料 世界各地做出來的人形公仔 都跟神靈界別有關 簡單來說 就是以模型接觸模型 世界上最早的人形公仔 是早在公園前21世紀 在埃及一個古墓裏面 發現了一些制製用的木匠畫畫 而去到公園前200年 用泥土整成的一些希臘畫畫 已經發展到在屁股和肩膀 都有些教位可以方便四肢活動 甚至他們可以換衣服 當時的女生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一款人形公仔 他們小小的會和這款公仔一起玩 甚至有時會參與儀式 到他們大過結婚的時候 他們會將這隻陪伴著自己長大的公仔 獻卑女神 完成這個結婚的儀式 在日本 傳統的人偶 有初人偶 達摩人偶 和日本木偶人偶 他們都是起源於古代成文文化時期 他們有很多作用的 用來玩 還有一些宗教移植 無毒有偶 在非洲或美洲原住民的文化中 無毒詛咒 都是通常放在人偶上進行 而在無毒娃娃上插針 正正是非裔美國人 護刀魔法的特徵 在電影龍禁威中 張達明都試過用這個魔法 護理馬 超級 以前的公仔都是跟神怪有關 而去到現代 公仔已經成為家家戶戶的小孩必備的玩具 而二十世紀最流行的人形公仔 相信就是Barbie 他是一位名叫Roof Handler的美國人創造 Roof從小到大就是跟他九個姐妹一起長大 一起打扮、一起襯衣 所謂三歲定八十 這時候一火同心就開始漸漸萌芽 大了之後 Roof生了一個女兒 叫做Barbara 她的女兒很喜歡玩子公仔 而且是喜歡玩一些像大人的公仔 而不是寶寶或者小孩玩的 看著女兒和朋友在玩子公仔 他們一直充滿想像力地進行一些角色扮演 Handler這刻開始渴望發明一種 可以更加好地促進年輕女生正面成長的公仔 所以Roof就覺得這隻公仔一定是要有成人的身材 以及可以自由地配搭職業 1956年Roof在一次瑞士旅行裡面得到靈感 他以一隻叫做Bleed Lillidor 這麼難讀的特文 他以一隻叫做Bleed Lillidor的德國公仔做男本 回到美國之後 在工程師Jack Ryan的協助之下 Roof開始創作自己的人形公仔 並且以她的女兒Barbara的名字來明明 自此之後就發明了Balby Balby公仔在1959年3月9日 在紐約的美國國際玩具展覽上第一次曝光 這個亦都在後來成為了Balby公仔的官方生日日期 講完小孩子的玩具 我們講一下大人的玩具 雙氣公仔絕對是大人最喜歡的玩具 即都未必的我不一般的 二戰期間 德國士兵由於長時間在前線作戰 為了解決他們的性需要 他們就經常光顧妓女 令到當時在德軍的軍營中 又性病大規模地蔓延 納粹軍元首希特拉 就親自任命他的手下 他秘密研製一種 與女性生理結構相仿的沖氣娃娃 來幫德軍消暑 當時希特拉還提出了一些非常具體的要求 就是這隻沖氣娃娃 是一定要有1.6米高 白皮膚 金色頭髮 藍色眼睛 嘴唇厚厚 大波就當然了 還有心底善良 你性格比較開朗 當這個吹氣娃娃計劃推出之後 在德軍的反應 竟然是非常難淡 其實原因都不難猜想的 這麼大隻吹氣娃娃 誰有空帶著他到處走 萬一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又要找個好地方 然後又要浪費時間去吹脹他 你真的吹脹他了 你都沒力去搞他了 萬一你搞他的時候 被德軍見到納粹德軍的顏面何存 講回歷史 1945年2月13日的夜晚 德國東部城市德勒斯頓 突然間被大光炸 連當時指定生產沖氣娃娃的工廠都炸爛了 就是這樣 這個吹氣娃娃計劃就胎死腹中了 關於沖氣娃娃的歷史和發展 當然不止這裏 逆一下大家 時至今日 世界上的人形公仔應有盡有 塵出不窮 我今天就選了一些比較特別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世界上最貴的人形公仔 叫做 這隻公仔的身體 是用了上等的陶瓷去消逐而成 精緻到令人難以自信 公仔身上任何的材料 都是非常奢侈 不單是所佩戴的珠寶 還是衣服的物料 都是用一些很貴的料 而且是設計師自己親手縫製的 而且這隻公仔是全自動公仔 是會動的 他一隻手會吹燒 另一隻手會忍著 那個意境就是美得美 而他的設計師也都稱這個動作為 這個意境真的非常美 設計出他的人 就稱這個意境為純鳥獅 這隻公仔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高1.2米 而他的價格就是售價625萬 美金 俄羅斯藉藝術家 在2010年完成了這個 和真人一模一樣的人形公仔 令到… 出來搞搞亂了 大家看到他做的公仔是多麼真實 除了藝術家非常花心機和時間 去刻畫每一個線條之外 他選用的材料都是很矜貴的 例如公仔的頭髮 他是選用法國際的高級假髮 是來自安哥拉洋帽的 而一些手指或者一些小小的骨落部件 他就會用一些鐵線 軟陶瓷慢慢一粒一粒斜成一些非常之類似人類骨落的造模 嘩!真是真得珍珠 沒那麼真 Annabelle這類 和靈界有關的公仔 固自然恐怖 但如果我們撇除這些靈界的層面 只看這隻公仔本身的樣子 最恐怖的公仔又是怎樣的呢? 雙面公仔 在1920年代 這隻公仔曾經是非常之受歡迎的公仔 包裝上面說到他有開心和傷心的表情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他開心可愛的表情 至於傷心的樣子 這樣看是不是很可怕呢? 彼杏BB公仔 這個玩具是1871年製造的 我們看看他的內籠 他的內籠是用銅造的中標裝置做一個身體 可以上鏈產生動能令到BB彼杏 好!我們看看他的外表 狂笑的公仔 這隻公仔是1965年製造的 就這樣看是不是很可怕呢? 但當你聽他的白聲 嚇死人嗎?心裡一來啊 還沒轉 當他快沒電的時候 最後說回香港吧 事實上 香港是一個最多公仔的地方 這裡的公仔 個個都有血有淚有靈魂 沒錯!就是打公仔 根據KISI的本年度報告 最過度勞累城市 排行榜 香港 是全球底人 可以看到 在這個小小的地方 住了很多衛生計 不惜犧牲自己生活的打公仔 你會問 為什麼會這樣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如問問問那幫真正的公仔 一個地方的文化 都是靠人口意相傳 甚至親力親為地延造下去 如果你都想出一份力 很簡單 就是按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 記得按上面的鐘仔 如果你都很想知道 某件字物的冷知識 或者是背後的歷史 歡迎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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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